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蘇志謙醫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究竟中醫如何幫助癌症的病人 蘇醫生 你好 早安 你好 蘇醫生 其實我追蹤了你的Facebook很久了 很多中醫的問題 我今天想請教你幾件事 中醫的角度和西醫的角度 大家去治療癌症 應該是否大家的角度是不同 但互補不足呢 沒錯 其實中西醫 無論在國內做了很多研究 香港我們都慢慢興起 其實國外很多特別的乳癌 發覺中西醫聯合是有一個互補不足的作用 例如是甚麼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例如外國 美國 北美地方 或者歐洲 其實早十年前已經有指引 例如有些乳癌病人 吃了一些荷爾蒙藥 不舒服的潮熱 骨痛那些 其實在外國 美國都是建議用針灸方法去治療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另外有些人可能打完快疗手臂腳臂 西方他們都說建議針灸是一個合適的治療 外國就比較少講中藥 因為他們通常是用針灸多於中藥 至於我們自己中國其實都做過很多不同的研究 那怎樣互補不足呢 例如說術後 例如要做一些化療 打了化療可能會有些不舒服 例如胃口差 吃不到東西 吃不到東西 皮膚不好 打完之後 又或者有些病人打完後脫頭髮 做完都還生得慢 這些其實用中藥去調理身體 補回氣血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我只是說到一些手臂腳臂 其實做完這些化療之後 其實用中藥也有一個很好的療效 會不會同時間用中藥可以令到胃口更好 因為剛才你經常講究竟那個病人有沒有營養 沒錯 其實如果做化療的時候 其實適當和合適的中藥仍然是可以的 譬如說他做完之後真的胃口差或者有些肚瀉 我們可以用一些叫健皮化濕 用一些叫增強益胃的中藥 可以開他的胃口其實都是非常之有效 另一方面就是病人反逆腸的條理 譬如說我做完手術 做完電療化療 我們最擔心是怎樣可以預防復發呢 在中醫來說其實乳癌病人很多都 我們中醫所說的叫肛氣屈結 即是說個人是比較緊張 睡得少 生活壓力很大 所以中醫一般會用一個叫疏光解屈 散結的一些中藥 讓病人的情緒平復一點 讓他的身體回復一個好一點的狀態 所以中醫反而因為現在西醫有手術 有很多好的方法直接切除了癌細胞 中醫反而是改變病人的體質 我們中醫覺得有時候你不是這個腫瘤本身 我們是這個人 希望人的體質改變 就讓腫瘤這些腫瘤 就算還有腫瘤都不要讓他發生 因為如果他不改變的體質 這樣有機會又會再來 沒錯 沒錯 所以中醫藥不是只要針對病 有時候真的要因人質疑 就是看人本身去開一些合適的藥物 去幫助病人本身 那用中醫去跟進呢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擔心 因為西醫那邊已經有很多醫藥費了 然後中醫究竟他們是三個月複診一次 一邊看一邊看 其實平時可能人們都會看開複診中醫 但當他身體已經壞了 有些事情不是最好 我要調整 那是多久複診一次的 譬如當初 譬如說 還做治療的情況不太穩定 或者你剛開始吃中藥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密到一星期一次 那做到差不多 譬如說 病開始穩定了 又或者你的身體已經很轉 還有一個副作用 譬如說 為了一些化療的副作用而看 或者是述後調理身體 如果開始穩定的情況 有時候可能我的病毒三個星期 四個星期 甚至有些可能近來 譬如很穩定 醫好了年多兩年 但他仍然想服用一些中藥 或者一些簡單的方法 去減低復發 有時候可能都整身 兩三個月才回來看一次都可以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同時間有中醫牌 亦都是西醫總流科 那普通的客人 你知道我們有很多客人 他們很擔心自己有癌症 他因為這個項目 而想調理好身體 就這樣找你 其實他沒有癌症 可以嗎 都可以 我都會看一些自己 一般中醫 我跟其他中醫都一樣 譬如有些病人 我真的想調理身體 譬如說 我沒有乳癌 但我們看到我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乾氣屈結 我真的覺得有問題 或者一些良性的乳房結節 想調理身體治療 這個問題 都可以 中醫藥都有方法 幫助到這類病人 即是不需要有癌症 都可以餘藥 是的 不過 不要說我 我都是 看中醫 都是看中醫